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的军事频道节目,君武器言 你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是我们《军武器言》Crossover科学生之节目 所以今天请了陈博出来 大家好,Larry你好 我们今天会讲一个题目,挺有趣的 就是说到拜登,大家都知道他,大家经常说他左膠 他们民主党经常有一个议题 就是用了干净的能源,减碳排放这些大爱议题 我们经常称 说到这件事情,其中一个大家有时,就算我们也会说 他是不是最近都忽畅上路,就是说 军车也好,军机也好,最好是零的碳排放 令到很多东西就不要再用柴油等等污染的东西 试试可不可以用干净的能源去做,去处理 但是我们一眼听,我们会觉得军用东西 有时你去到极端的地区 美军又是全球布置的地区 如果去到很冷和很热的地方,那你怎么办呢? 怎么去处理呢? 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质疑的问题 但是今天就跟陈博聊了之后,似乎又得出了一些想法 也未必下行通的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下 陈博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那个概念出来吗? 其实你觉得拜登说的东西其实又未必交的 其实如果认真去发展和处理呢? 其实可能整件事的利益可能是很大也不顶 那这里呢 我当初看到拜登政府他们说 未来的这些战车都要碳排放 我也笑了一笑 但是其实如果大家看一个阔一点的图片 其实也是我们这一节最大的目的 就是如果你把其他几件事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其实就知道这件事本身 其实他背后的企图是想做什么 以及他需要什么其他的因素配合来帮他做到这件事 然后我自己一个看法就认为 他能不能够在战场上做到零排放 而从而去缓减这个全球暖化问题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烟幕 但是出来就可能对于很多的普罗大众就会觉得 都挺好 因为我们现在轻说这个零碳排放和环保 连战场都能够在环保 那你是不是很抵赞 那是不是你不敢反对 那么这里又要提一提 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来说 如果一个战场上面的那些装备 和军车 它需要做到零碳排放 然后好了 他们应该要问用什么能源 如果Larry要你说的话 如果你说用什么能源 那你当然用一些可以很耐用 你又不可以用化石 你做人数 不行了 不行了 首先第一个 大家想到干净能源就是再生 renewable 再生的问题就是 它是一种 在英文的说法就叫做 intermittent 或者我们的广东话叫做不持续 就是断断续续 例如你太阳 你难道整个大风车 在坦克车上面来发电 也都不合理 因为问题就是你太低 太阳能板 也都不行了 太阳能板又不够 电池就存不久了 潮值能就看地区了 水也要看势能 要看位置 还有说真的 你的规模这么小 是没有用的 效应 你逐样去数 就算当你去用到biofail 就是你突然之间在战场上 我不知道 你找到那些可以烧的柴油 也好 或者是汽油也好 他们是用这个生物原料出来的 你也要运转 也意味着背后你要很大条生产线 但是如果你还要做零排放的话 你也不是说用一些 叫做生物柴油 你生物柴油 你进去那头烧 那你在战场上有它的排放在那里 其实你会想到很直接 你也是用电动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差在电动的那些电 是由什么产生出来的呢 而且那个电本身的生产过程中 是要是一个低排放 甚至乎是零排放的话 可以是用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其实我自己会认为 他们要去答这个问题 他们的答案会是数珠核能 就是核能在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很多人就会觉得 不是 核能是骯髒的 如果有人说核能是一个可再生能源 我是会质疑的 但是反过来 支持者会觉得不是啊 核能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干净 我拍了其他东西说 他比起传统的烧天然气 烧柴油 或者烧这个的煤 他少碳排放 然后呢 他出来那个 就是他用的东西就是他本身的核能 你可能说你核能提炼的时候 他都需要消耗能量 但是你凡是做得发电厂的 一定就是说 他最后能够有效产生出来的能量 一定是比较多过他的输入 所以他才能够供应能源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核能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理会他那些核废料出来处理的话 基本上他在整个产生能源过程里面 发电的过程里面 他是不会有多余的温室气体排出来的 所以其实 而且还要有一件事就是说 核能比起其他那些太阳能 水力 甚至乎是那些风电 都是能够给出一个更加稳定 以及能量密度更加集中的供应 你可以是一块小的东西 给出很大的能量 这个就是核能自己本身的优势 所以如果你说 要真的实现到在战场上的战车 都可以是零排放的话 其实暗地里就是说 背后有一个计划 就是他一定是用核电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去到这一刻我们就说 如果真的做零排放 起码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要想到一个 source 核能也是一个理想的位置 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去处理 陈伯我们逐样去处理那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核能 当然我们预先的确实性很好的 就是你用很少的元素 就可以放到很大量的能量 这个确实性就不需要 大家都不需要说什么问题 但是有些东西来说体积 或者我们的组织大量 它要做到什么样的大量 你没理由搬过核电厂的隔壁 那你怎么处理那个size 整个实用性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就要听我们节目 慢慢跟你说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当然不会整座这样的福岛 像以洛贝尔 或者现在乌克兰 那些扎波罗热的电厂 整座搬来搬去 没可能的 当然现在你在自己的领土上 核电厂就是自己民用 自己军用 但是你去到随意一个地方 当他军队投放的时候 你不会去到那里才建核电厂的 所以其实你如果看回美国 我甚至会说 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 就是几个主要的头号发达国家 他们其实都在说一套技术 就是可攜带式的小型核电厂 或者它有一个叫做SMR 就是小型的无组式的装置的反应堆 而这些反应堆是 尽量是要做到小的 现在是有一些国家 已经有他们的设计 甚至乎是在建造的 比如俄罗斯 它有的 它就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建一个小型无组式的 这些核反应堆 里面用的那些核原料 都是那些有元素、不元素 这些这样的原料 但是它比传统那些大的核电厂 就小很多 它当然产生的电量也会小很多 但是它就做到轻巧 就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它运作起上来的时候的热度不会太高 所以就令到整个冷却装置 就算一旦失效 就不会带来太大的危机 如果回想回来 在2011年311福岛的地震 在福岛的核电厂 它的核电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整个机组停止运作的时候 是连那个冷却装置都停止运作 于是乎 它的核反应堆没有足够的系统 来帮它维持着一个妥当的温度 于是乎它的温度不断上升 就导致溶解了整个堆深 这个就是堆深溶解现象 一路就很热溶下去 就将周围的溶气 一路就吃下去 那些东西就流到地下水污染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也是因为那个反应堆是比较大 它产生的能量比较多 所以温度也比较高 所以反而如果我们做小一点 把它切开做一小块 每个东西做小一点 但是每个东西都不要那么热 那于是乎 就算一旦有什么停止运作的时候 它就算自己在那里继续去核分裂 继续发热 都不会令到东西热到一个地步 是热溶了它的壳 所以为什么呢 要将东西做小 是有个对民用的好处在这里 好了 说回到均用那里 均用的话 小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得到处大 这个就是呢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发达国家 一下子呢 其实大家一起很暗地里 不高张的 但是暗地里呢 很积极地去发展这些小型毛组式的反应堆 其实就有它的民用的意义和军用的意义在同时出现 所以就刚才陈伯和我们说了一个概念 就叫做SMR 就是一个 small nuclear reactor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变了有变攜式 接着又要求很高的这样的情况 但是当然它的发电量会小一点 所以其实它又会限制了它使用的那些工具 那些载具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够小了 就算你发电量小 但是你满足了它 你放进去其实就差不多几个 就是几个多处 如果放在战场上来说 其实都可以做到就是有些载具 它又可以用到它的能量 去做到我们现在有些武器限制做不到的东西 就是我想大家都想到 就像星战那样 招招招招 就是用链射枪呀 就是链射武器呀 在战场上所有要用电的东西 你就会有架超级大的奶妈来充电 是 所以可能我们假设放在战车里 其实是可能的 就是你放在战车里 我们就说一架坦克 如果你放在战车里 是说一架美式的坦克 就说七、八十吨的 如果你说小一点 我说一架俄罗斯的 就真一些的坦克 都说四十吨左右 或者德国的坦克是五十吨的 其实这些吨位 是不是都已经相当适合 它能够持续的重量 或者尺寸都可以放得到 这个绝对是要考虑的一个考量 这个我们还未能够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未能够弄得到 满足到五角大流需要的规格 这些微型的 核电的发电模组 它现在暂时 大家都仍在建 比如俄罗斯建了那个 和中国大陆现在建的那个 都是住在一个地方 不是打算移动 就放在一个地方是民用的 但是你有个民用的 你进一步就可以再想一下 如何再缩小它 弄得轻巧 比如你说美国 它也有公司 已经批出了一个设计 是准备它起的 如果你说英国的 你留意比如 罗斯莱斯这些公司 就非常积极搞 他就刚刚 第二个设计 英国审批了第一步 现在还有第二第三步 要审批 就是过了这三关 英国才可以去整 不同国家的进度有不同 但是有这么说 当然你要弄得越细越轻巧 是越难的 所以是不是代表着 俄罗斯和中国就要领先了 美国和英国呢 我就不敢一概而论 因为可能人家要求的东西 更加严格 他要求的更轻巧 尤其是大家如果有 听回我们比较早前一些 我和Larry合作的环节 就讲到那些 太空军事竞赛 在太空那里 SpaceX最近 没有发射成功的 那个超级的火箭推进器 他想着的载货量 带到上去月球的载货量是150吨 而且这个150吨我们在当时的节目有提到的 是准备拿来携带一个微型的核电 发电机组准备拿来做作为月球基地的电的内源 所以它的货载量 150吨 你出来的那个月球基地的微型发电机组 一定要是少过这个数 最理想的也不要去到100吨 可能是几十吨 然后很有趣 如果你同时看回美国五角大楼 他最近批出的一些招标 他的要求 他也会要求 如果我在军事战场用的那些可攜式 可以让我周围搬的 那些超级 核电奶妈 这些微型发电模组 他就要求的规格是40吨 或以下 也就像Larry所说的 一般的军用武器 例如一个 运输机 甚至乎一些铁路系统 甚至乎一些比较重型的车辆 他都能够去运载到 这一架微型发电机组 就将它 带到一个 不一定是军事基地 甚至乎 在比较靠近前线 后一点 一个中心的地方 的地方 就像了这一位 你 你想要看 如果 我 这就像